大家好,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廣東線下行的第12個車站,金鐘站 今天要介紹的是金鐘站的車站指南,2017年5月版本,封面的主色是淺藍色 也算是跟車站指式一致的,但要說清楚在哪裏 因為藍色的部分主要是廣東線和荃灣線那邊才是藍色,大唐的部分是黃色 南廣東線和第二次的南北走廊都是以白色為主色 所以究竟是否一致,視乎你覺得金鐘站的主色是要看哪裏部分為主色 否則你可以說它是黃色,也可以說它是白色 我覺得都一致,因為最主要的骨幹部分 那裏是廣東線和荃灣線的部分,所以我自己覺得是藍色的 那,2017年5月版本 那個封面就是這個22號地標,政府總部 我們稍後都會介紹的 金鐘站的開幕連份和其他廣東線的開幕連份有點不同 那它是1980年2月12號開幕 那為什麼呢? 就因為它其實是這個修正組織系統的一部分 那它就是和這個中環站都是修正組織系統的最後開幕的兩個車站 那全線通車是1980年2月12號 那就是等於金鐘和中環 那就叫做全線通車 所以這個金鐘站的開幕連份是早過其他廣東線的車站 對,打開看一下地標 沒有彎仔站那麼密密麻麻的 但是都多了 因為都是一個深藏的地帶 也是政府總部 即是一些政府部門的所在地 令氏局 對了,今天要介紹的地標有三個 第一就是14號地標 那個叫做 藍車總站 山下的那個 那大家可以找在哪裏 14號 對,14號地標 大家可以找到 就是這裏 14號地標 那第二個就是22號地標 政府總部 第三個要介紹地標就是51號地標 香港公園 佔很大的部分 總共只有64個地標 比起灣仔站 是少很多的 差不多少一半 因為灣仔站只有189個 我們首先說了14號地標 就是這個山下纜車總站 為什麼介紹一下它呢 就是因為它曾經很威風 它是1888年5月30號 通車 它呢 當時是這個亞洲的第一條 那些叫做 承索的鐵路 對 非常之厲害 是全亞洲 不是全香港 它全場是1.4公里 它那個藍車 即是那個 登山藍車的時速 是每小時22公里 非常之慢 但是呢 坐到上去都很緊張 有時候有些感覺 因為呢 去到某些位置 傾斜度都很高 好像要向後退 那樣的感覺 這個是我搭完之後的坐後感 但是當然 我也相信它是很安全的 那這個登山藍車使用的路軌 就是這個闊軌 好像是1520毫米的闊軌 如果沒有記錯 對 它是連接這個 花園道 和這個太平山的露山 露峰峽 不是露山 露峰峽 太平山露峰峽 和花園道 連接著 現在好像來回票價 是 不知道 45元 即是呢 來回的票價是抵 那個單程 來回是45元 好像 單程都好像要30多元 所以基本上 很多人都會搭來回的 第二個要介紹的地標 就是22號的地標 政府總部 2011年8月18日 即是開幕 可不可以用開幕這個字呢 開幕 樓高是26層 佔地大概是124,680平方米 都很大 主要分為三個建築物 但座數好像是分兩座 我都不記得 基本上裡面 就有N那麼多個政府部門辦公室 其中比較特別的就是 有這個行政長官辦公室 和立法會總合大樓 都在這個地點裡面 這三個建築物圍著那個地點 就叫天馬公園 有這個地點 它有沒有分開兩個地標去說 你看看 原來立法會總合大樓是分開到我們去標示 在這個位置 22日就是這個地方的政府總部 它分開來去說 不再深入去說了 接著說的是51號的地標 就是香港公園 這個香港公園就佔地8公頃 1991年5月23號開幕 開幕時間是早上6點到晚上11點 裡面有什麼呢 就是歷史建築 歷史建築 其實動植物主要都是鳥類 我上次看過主要是雀鳥為主 也有很多很漂亮的雀鳥 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的朋友去到 都應該會很開心 因為有些意想不到的雀鳥品種 會在裡面看到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地標有64個 剛剛也說過 它說的觀光點 包括有剛剛介紹的 香港公園 山下站車重站 另外再加一個就是山頂 對了 接著要說的就是金鐘站的位置圖 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大的車站 樓層數目也很多 但是呢 多層數得來 我覺得它其實都很簡潔 但是呢 照久吧 我們由上開始看下去 上面開始看下去 可以看到有幾個樓層 1 2 3 4 5 6 7 8 8 8個樓層 還有一個L7 可以說是有9個樓層 先說U1 U1這裡就是 這個行人天橋的樓層 可以看到這裡說 衣出口是暫時封閉的 因為要配合沙中線的工程 再下就是這個地面樓層 可以看到 很特別的 再下一層就是這個L1樓層 就是大唐樓層 最主要就是有一個客戶中心 還有這個旅客服務 就是我們平常常去看這些港鐵精品 或者去訂貨去拿貨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樓層 就要在行往B出口的那個方向 來到這裡去那個地方 要出閘的 如果不出閘會好一點 我覺得 對我來說 因為有時候去到 可能想拿完東西就走 但如果出閘又要給多一程車錢 不過 因為可能有些其他服務 或者有些人不是真的好像我這樣去 所以它的設計是在站外 接著就是這個L2樓層 L2樓層就是這個三四個月台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個島式的月台 其實這個金鐘站總共有六個月台 六個月台或者三個月台所在地 都是這個島式的月台 這個全灣線和港島線 就是一個島式的碟式月台 因為看到它的樓層是一上一下 就是一個碟式的島式月台 我們再說回L2樓層 就是三四個月台所在地 分別是這個三個月台的 港島線下行的月台 以及這個全灣線往中環方向的月台 最後一層就是L3樓層 就是一二號月台所在地 可以看到這個一號月台就是全灣線月台 二號月台就是港島線月台 四架M-Train排在地上 為什麼這個M-Train畫到 這個S-Train畫到像一個M-Train一樣 搞笑 不管了 可能還是隨便放在隔離車就算 接著就是L4的轉車大堂 L5就是這個美來沙中線的月台 非常期待 接著就是L6就是5、6號月台 就是這個南港島線的月台 5、1、2、3、4、5、6 對 這個整層都是南港島線的 他們主要是用5號月台 6號月台就是 通常是晚上8點之後才會用 因為其中班前不是太密 它可以只依賴一個月台做運作也可以 所以主要是用這個5號月台 最後一層就是L7的樓層 就是這個魯桂緊急逃生的樓層 平時是不開放的 除非有事故要需要用到的時候才會開放使用 所以它這個都沒有畫出來 跟那些機房那些同樣道理都不會特別畫出來 值得一提的就是這個 全灣線、港島線的月台 雖然是一些島式月台 但是其實它那個月台設計是向外彎曲的 所以大家看到某一些位置 月台空隙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月台也會有多的提示 是給乘客看的提示 就是要注意月台空隙 都是比較罕見的 都是比較罕見的 因為通常一些島式月台 通常一些島式月台 是比較小向外彎曲的設計 所以在這裏看一看 所以在這裏看一看 我這裏主要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說回一些機會就知道 就是有6部升降機的金鐘站 扶手電梯很多 有30條 扶手電梯 其實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修正早期系統車站的設計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因為它在這兩個月台之間的連接 只有1條的扶手電梯連接到 所以很好笑 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修正早期系統車站 所以就說一說 雖然它有30條扶手電梯 但其實原來只有1條是連接著 L2和L3的樓層 其他就是直通大堂 即是連接著該樓層和大堂 所以是一個非常修正的系統車站設計 樓梯有22條 斜道有1個 出口數目有7個 雖然是一個大站 但它的出口數目也不是特別多 雖然是雙方面設計 因為有一個大站 首尾班車服務時間 開閘時間是5點55分 關閘時間是凌晨1點15分 首班車服務時間是6點05分 尾班車是凌晨1點05分 金鐘站電話號碼292-21400 路線圖 好 我們現在看看 舊版的車站設計 應該是2007年 不是2008年 2008年3月的版本 打開看看 街道圖 整個街道圖是後移一點 它現在向前移了一點 那個部分 不是喔 可能是填海填出來的 不是會移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 因為形狀也不同 所以應該是填海填出來的 對 那 這個部分 那 建築物的繪畫方面 我仍然那一句 都是喜歡立體的繪畫方式 這個變得好像平面 我覺得沒有那麼像震 這個的繪畫方式生動一點 希望它可以將來變回這一種的繪畫方式 主要就是這些的改變 地標方面一定是有加無減的 跟它的票價一樣 那對了 這個地標有64個 這個49個 九班 哇 那個結構就變化得大了 可以看到它之前是 因為以前沒有南港島線 下面也沒有沙中線工程 所以看到下面 L3對落的全部都是沒有的 最主要就是只有L2 L3 還有這個L1的大堂 都展示了出來 它連上面那些都沒有戰絲 所以 以前那個展示出來的結構 是簡單很多的 那 現在就很不同了 可以看到多了很多東西 這個路線圖 非常舊的路線圖 車廢 首尾班車 對 可以看到它介紹 這個太古廣場 這個我忘記了是什麼 對 那麼 食車廢面感囊 這裡就最主要說回 一些交通工具的資料 它的出口位置 然後 詳細資料 它是有提供這個 免費接駁巴士服務的 有試過的時候 在出口對外那裡 就可以搭到了 這些免費接駁巴士 不過呢 好像不是每一次試過 都會有提供這些巴士 要視乎那次的事故的情況去 看一下 有沒有這些巴士 因為有時候好像遇到一些小的事故 是沒有這些免費接駁巴士搭的 所以就 對 因當時的情況而異議 好 今天呢 金鐘站的車站之後 介紹就到這裡為止了 多謝大家收看